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RF1349B53B156855-3998A0170201 本地日志点击下载 点击清除 腾讯视频观看完整版 按住画面移动小窗 X-W-I-N-D-O-W-D-A-T-A-V-I-D-E-O-A-R-R-P-U-S-H-V-C-0-0-2-C-M-6-L-D-H-Y-O-I-M-G-H-T-T-P-E-N-O-Z-G-T-I-M-G-C-O-M-N-O-Z-A-P-L-S-0-4-7-7-5-9-8-5-6-2-1-6-4-0-4-8-0-0-0- 视频 张姆斯在胡人球馆浑汗如雨 苦恋中投大梦脚步 时长约50亿鸟 腾讯体育室 乐布拉杰姆斯今天晒出了一张PS图 图中的张姆斯上去极为舒壮 变成了魔鬼筋肉人 张姆斯笑颜 这是因为胡人心赛季 要让他更多打中锋 斩姆斯刷出的这张图PS痕迹非常明显 他的上肢非常粗壮 两条胳膊犹如漫画中的绿剧人一般 至于为何要PS这样一张照片 张姆斯写道 卢克莫顿说 新赛季我也许会更多打五号位 我说可以 然后 就是这样了 斩姆斯还发了几个秀肌肉以及笑酷了的表情 今年夏天斩姆斯选择加盲五人 近几天他开始来到胡人训练馆进行苦练 为新赛季做准备 对 于詹姆斯而言 新赛季不会轻松 按照ESPN之前的报道 新赛季詹姆斯确实可能会更多打中锋 据悉 詹姆斯已经告诉魔术师约翰逊 他愿意在新赛季频繁打中锋 扮演德雷蒙的格林在勇士体系中的角色 胡人可以排出依靠场上五人都能持球的阵容 胡人有意让詹姆斯打中锋 一方面是顺应潮流多打小个阵容 另一方面也是因为球队今夏在补强五号位上成效不大 布鲁克洛佩斯加盟了熊路 胡人只是引进了贾维尔麦基 麦基显然不是一场能打30分钟的受发级内线 所以詹姆斯只能更多去打中锋 在詹姆斯刚加盟胡人时 ESPN也曾解读成 新赛季詹姆斯将更多去突破 落到低位进攻 之前的数据显示 詹姆斯打内线在自射手时进攻效率最高 问题是 胡人现在有很多三分不靠谱的球员 比如朗佐波尔 朗多 比斯利 兰斯斯蒂芬森 詹姆斯若打中锋 胡人未必能给他拉开攻击内线的空间 终于达到5